《約韓福音》 第一章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 凡被造的,目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有一個人是從神那裏猜來的,名叫約翰。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那光是真光,照兩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像他們權兵,作神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人已生的。 乃是從神生的。 到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美。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為他作見證。 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哪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女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所作的見證,記在下面。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猜祭師和利美人。 到約翰那裡。 問他說,你是誰? 他就明說,並不隱瞞。 明說,我不是基督。 他們又問他說,這樣你是誰? 是以利亞摩? 他說,我不是。 是那星之摩? 他回答說,不是。 於是他們說,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 你自己說,你是誰? 他說。 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塞亞所說的。 那些人是法利塞人猜來的。 他們就問他說,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亞。 也不是那先知,為什麽施浸呢? 約翰回答說,我是用水施浸。 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 是你們不認識的。 就算那在我以後來的。 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這是在約旦行外, 百大尼約翰斯浸的地方作的見證。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 就說,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就是我曾說, 有一位在我以後來,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認識他。 如今,我來用水施浸, 唯要叫他顯明給以色列人。 欲看又作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 彷彿甲子從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認識他。 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浸的, 對我說,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浸的。 我看見了, 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再次日, 約翰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他見耶穌行走, 就說, 看呀, 這是神的羔羊。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 就跟從了耶穌。 耶穌轉過身來, 看見他們跟著, 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什麼? 他們說, 拉比, 在那裡住, 拉比回來, 就是夫子。 耶穌說, 你們來看。 他們就去看他在那裡住。 這一天便與他同住, 那時, 約有新證了。 聽見約翰的話, 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 對他說, 我們遇見美太亞了。 美太亞回來, 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稱為基法。 基法回來, 就是彼得。 又次日, 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見肥力,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吧。 這肥力是白塞大人, 和安德烈比德同城。 肥力抓著拿彈葉, 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翰的兒子, 拿撒勒人耶穌。 拿彈葉對他說,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肥力說, 你來看。 耶穌看見拿彈葉來, 就指著他說, 看啊, 這是個真意識的人, 他心裡是沒有鬼詐的。 拿彈葉對耶穌說, 你從哪里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 肥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了。 拿彈葉說, 拉比, 你是神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穌對他說, 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 看見你, 你就信嗎? 你將要看見彼者更大的事, 又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身上。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親的賢籍, 耶穌的母親在哪里,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府籍, 走用盡了。 耶穌的母親對他說, 他們沒有走了。 耶穌說, 母親, 我與你有什麼相關?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用人說, 他告訴你們什麼, 你們就作什麼。 只要猶太人結證的規矩, 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 每口可以剩兩三桶水。 耶穌對用人說, 把缸倒滿了水, 他們就倒滿了, 直到江口。 耶穌又說, 現在可以曉出來, 送給管賢籍的, 他們就送了去。 管賢籍的常了那水便的酒, 並不知道士那裡來的, 只有曉水的用人知道。 管賢籍的便叫新郎來, 對他說, 人都事先擺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流到如今。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跡,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顯出他的榮耀來, 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這時以後, 耶穌與他的母親弟兄王門徒, 都下加白龍去, 在那裡住了不多幾日。 由太人的如意接近了,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看見店裡有賣牛羊夾子的, 並有兌換銀錢的人, 坐在那裡。 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 把牛羊都趕出店去, 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 推翻他們的桌子, 又對賣鴿子的說, 把這些東西拿去, 不要將我父的店, 當作買賣的地方。 他的門徒就想起京上記著說, 我為你的店, 心裡照顧如同火燒。 因此, 由太人問他說, 你記作這些事, 還顯什麼神職給我們看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撒毀這店, 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 由太人便說, 這店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內就再建立起來嗎? 但耶穌這話, 是以他的身體為店, 所以到他和死女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他說過這話, 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過如月節的時候, 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神跡, 便信了他的名,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 因爲他知道萬人, 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 因他知道人心裡所存的。 第三章 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尼哥底毛, 是猶太人的官。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 說,拉比, 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父的, 因為你所行的神跡, 若有神同在, 無人能行。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尼哥底毛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從生呢? 豈能再進無福生出來嗎?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神的國。 從玉身生的, 就是玉身。 從靈生的, 就是靈。 我說, 你們必須從生, 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你歌底毛問他說, 怎能有這事呢? 耶穌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還不明白這事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我們所說的, 是我們知道的。 我們所見證的, 是我們見過的。 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 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 你們尚且不信。 若說天上的事, 如何能信呢? 除了從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沒有人升過天。 摩世在曠野怎麽舉蛇, 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因為神猜他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命。 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 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 就是在此。 犯作惡的, 便恨光, 並不來就光。 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但行真理的, 必來就光。 要顯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這事以後, 耶穌和門徒到了猶太地, 在那裡居住私浸, 一看再靠近撒冷的哀亂也私浸。 因為那裡水多, 眾人都去受浸。 那時約翰還沒有下在監慮, 約翰的門徒, 和一個猶太人辯論結淨的禮, 就來見約翰說, 拉比, 從前和你再約旦河外, 你所見證的那位, 現在私浸, 眾人都往他那裡去了。 約翰說, 若不是從天上刺的, 人就不能得什麼。 我曾說, 我不是基督, 是奉猜遣在他前面的。 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取辛苦的, 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站著, 聽見新郎的聲音, 就甚喜樂。 故此, 我這喜樂滿足了。 他必興旺, 我必須微。 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從地上來的, 是屬服地。 他所說的, 也是屬服地。 從天上來的, 是在萬有之上。 他將所見所聞的見證出來。 只是沒有人領受他的見證。 那領受他見證的, 就恩賞恩, 證明神是真的。 神所猜來的, 就說神的話。 因為神賜聖靈給他, 是沒有限量的。 父愛子, 以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第四章 主知道法利塞人聽見他修門徒師針, 比約漢還多。 其實, 不是耶穌親自師針, 乃是他的門徒師針。 他就來了猶太, 又往加利利去, 必須經過薩瑪利亞。 於是到了薩瑪利亞的一座城, 名叫罪家, 靠近雅各吸他兒子約失的那塊地。 在那裡有雅各井, 耶穌因走路困佛, 就坐在井旁。 那時若有五正, 有一個薩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耶穌對她說, 請你給我水渴。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薩瑪利亞的婦人對她說, 這幾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薩瑪利亞婦人要水渴呢? 原來猶太人和薩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 你若知道神的恩賜, 我對你說給我水渴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婦人說, 先生, 沒有打碎的器具, 井又深, 你從哪裏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各, 將這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子並生畜, 也都喝這井裏的水。 難道你給他還大嗎?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 還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喝。 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裏頭成為全員, 直湧到永生。 婦人說, 先生, 請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喝, 也不用來這麽遠打水。 耶穌說,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 婦人說, 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 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 你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丈夫, 你這話是真的。 婦人說,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 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穌說, 婦人, 你當信我, 時候將到, 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們所拜的, 你們不知道。 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 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時候將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婦人說, 我知道彌賽亞, 就是那稱為基督的。 要來, 他來了, 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說, 這和你說話的, 就是他。 當下門徒回來, 就欺其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 只是沒有人說, 你是要什麼, 或說, 你為什麼和他說話。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裡去, 對眾人說, 你門內看, 有一個人將我掃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莫非這就是基督嗎?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這期間, 門徒對耶穌說, 拉給, 請吃。 耶穌說, 我有食物吃, 是你們不知道的。 門徒就彼此對問說, 莫非有人拿什麼給他吃嗎? 耶穌說,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猜我來者的旨意, 作成他的功。 你們喜不說, 到收割的時候, 還有四個月嗎? 我告訴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 莊架已經熟了,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功架, 積蓄五谷度永生, 叫殺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俗語說, 那人殺種, 這人收割, 這話可見是真的。 我猜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那城裡有好些撒馬利亞人信了耶穌, 因為那婦人作見正說, 她將我掃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於是撒馬利亞人來見耶穌, 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 他便在那裡住了兩天。 因耶穌的話,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對婦人說, 現在我們信, 不是因為你的話, 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過了那兩天, 耶穌來了那地方, 往加利利去。 因為耶穌自己作過見證說, 才知道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 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見他在耶路撒冷過節所行的一切事, 便接待他, 因為他們也是想去過節。 耶穌又到了加利利的加拿, 就是他從前變水為酒的地方, 有一個大神。 他的兒子在加白龍患病, 他聽見耶穌從猶太到了加利利, 就來見他, 求他下去醫治他的兒子, 因為他兒子快要死了。 耶穌就對他說, 若不看見神職其事, 你們總是不信。 那大神說, 先生, 求你趁著我的孩子懷悔有死, 就下去。 耶穌對他說, 回去吧, 你的兒子活了。 那人信耶穌所說的話, 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時候, 他的仆人仍見他, 說他的兒子活了。 他就問什麼時候見好的? 他們說, 昨日未時熱就退了。 他便知道這正是耶穌對他說, 你兒子活了的時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這是耶穌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職, 是他從猶太回去以後行的。 第五章 這是以後, 到了猶太人的一個節旗, 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 在耶路撒冷靠近陽門, 有一個池子, 希伯來話叫作, 不視大。 旁邊有五個郎子, 裡面躺著核眼的, 弱腿的, 血氣枯乾的。 許多病人, 因為有天使按時下, 遲止攪動那水。 水冷之後, 誰先下去, 無論害什麼病, 就傳遇了。 在哪裏有一個人, 病了三十八年, 耶穌看見他躺著, 知道他病了許久, 就問他說, 你要傳遇嗎? 病人回答說, 先生, 水冷的時候, 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 我正去的時候, 就有別人讓我先下去。 耶穌對他說, 起來, 拿你的玉子走吧。 那人立刻傳遇, 就拿起玉子來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 你拿玉子是不可的。 他卻回答說, 那使我傳遇的, 對我說, 拿你的玉子走吧。 他們問他說, 對你說拿玉子走的, 是什麼人? 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 因為那裡的人多, 耶穌已經躲開了。 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 對他說, 你已經傳遇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那人就去告訴猶太人, 使他傳遇的是耶穌。 所以猶太人迫白耶穌, 因為他在安息日作了這事。 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所以猶太人愈發想要殺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並且聽神為他的父, 將自己和神當作平等。 耶穌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只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麼, 唯有看見父所作的, 只才能作。 父所作的是, 只也照樣作。 父愛子, 將自己所作的一切事只給他看。 還要將比者更大的事只給他看。 叫你們欺其, 父怎樣叫死人起來, 使他們活著。 只也照樣除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著。 父不審判什麼人, 乃將審判的事全交於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那聽我說, 有信差我來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時候將到, 現在就是了,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 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 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定。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稀奇。 時候要到, 凡在墳墓裡的,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就出來,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什麼, 我怎麼聽見, 就怎麼審判。 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我若為自己作見證, 我的見證就不真。 另有一位給我作見證, 我也知道他給我作的見證是真的。 你們曾警察到約翰那裡, 他為真理作過見證。 其實我所受的見證, 不是從人來的。 然而我說這些話, 為要叫你們得救。 約翰是點著的明燈。 你們審願暫時喜歡他的光。 但我有比約翰更大的見證, 因為父交給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作的事。 這便見證我是父所猜來的。 猜我來的父, 也為我作過見證。 你們從來沒有聽見他的聲音, 也沒有看見他的形象。 你們並沒有他的道存在心裡。 因為他所猜來的, 你們不信。 你們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榮生,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我不受從人來的榮耀。 但我知道你們心裡, 沒有神的愛。 我奉我父的命來, 你們並不接待我。 若有別人奉自己的命來, 你們也要接待他。 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 怎能信我呢?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 有一位告你們的, 就是你們所養賴的摩西。 你們如果信摩西, 也必信我。 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 怎能信我的話呢? 第六章 這時以後, 耶穌渡過加利利海, 就是提比利亞海, 有許多人, 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跡, 就跟隨他。 耶穌上了山, 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那時由太人的魚接近了。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 就對肥力說, 我們從哪裏買餅叫這些人吃呢? 他說這話, 是要試驗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肥力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吃一點, 也是不夠的。 有一個門徒, 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對耶穌說, 在這裏有一個孩童, 帶著五個大麥餅, 兩條魚, 只是分給這許多人, 還算什麼呢? 耶穌說, 你們叫眾人坐下, 原來那地方的草多, 眾人就坐下, 數目約有五千。 耶穌拿起餅來, 童借了, 就分給那助著的人。 分如也是這樣, 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他們吃飽了, 耶穌對門徒說, 把聖下的零碎, 收拾起來, 免得有糟撻的。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的零碎, 就是眾人吃了聖下的, 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跡, 就說, 這真是乃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 強逼他作王, 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門徒下海邊去, 上了船, 要過海往加白濃去, 天已經黑了。 耶穌說沒有來到他們那裡, 忽然狂風大作, 海就翻騰起來。 門徒遙路約行了十里多路, 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走, 漸漸近了船, 他們便害怕。 耶穌對他們說, 是我, 不要怕。 門徒就喜歡接他上船, 船立時到了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日, 站在海那邊的眾人, 知道那裡沒有別的船, 只有一隻小船, 又知道耶穌沒有跟他的門徒上船, 乃是門徒自己去的。 然而有幾隻小船, 從提比利亞來, 靠近主捉借後, 分餅給人吃的地方。 眾人見耶穌和門徒, 都不在那裡, 就上了船, 往加白濃去找耶穌。 既在海那邊找著了, 就對他說, 拉比, 是何時到這裡來的?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 並不是因見了神跡, 乃是因吃餅得飽。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努力, 要為那傳道永生的食物努力, 就是人子要切給你們的, 因為人子是父神所認證的。 眾人問他說, 我們當行什麼, 才算作神的功呢? 耶穌回答說, 信神所猜來的, 這就是作神的功。 他們又說, 你行什麼神跡? 叫我們看見就信你, 你到底作什麼事呢?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瑪拿, 如經上寫著說, 他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那從天上來的糧, 不是摩西鐵給你們的。 那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 賜給你們的。 因為神的糧, 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 賜生命給世界的。 他們說, 主啊, 上將這糧, 賜給我們。 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 必定不我。 信我的, 永遠不渴。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 你們已經看見我, 還是不信?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 必到我這裏來。 到我這裏來的, 我還不丟棄他。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哪是要按哪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差我來者的意思, 就是他所賜給我的, 叫我一個也不失落。 在末日, 卻叫他復活。 因為我父的意思, 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猶太人因為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就私下議論他。 說, 這不是若失的兒子耶穌嗎? 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 他如今怎麼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耶穌回答說, 你們不要大家議論。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親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的。 到我這裏來的。 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 他們都要蒙神的教訓。 凡聽見父之教訓又學習的, 就到我這裏來。 這不是說, 有人看見過父。 唯獨從神來的, 他看見過父。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糧。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瑪拿。 還是死了?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吃這糧, 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 就是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因此, 猶太人彼此爭論說, 這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 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永活的腹, 怎麼猜我來? 我又因腹活著。 照樣,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糧的人, 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瑪拿, 還是死了? 這些話是耶穌在加伯農會堂裡 教訓人說的。 他的門徒中, 有好些人聽見了, 就說, 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這話異論, 就對他們說, 這話是叫你們嫌棄嗎? 討惑你們看見人子 升到他原來所在之處。 怎麼樣呢? 叫人活著的, 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 就是生命。 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 耶穌從起頭就知道, 誰不信他, 誰要賣他。 耶穌又說, 所以我對你們說過, 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 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 從此, 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 你們也要去嗎? 西門彼得回答說,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 我們還歸從誰呢? 我們已經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 耶穌說, 我不是簡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嗎? 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 耶穌說, 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 由大雪的。 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裡的一個, 後來要賣耶穌的。 第七章 這時以後, 耶穌在加利利遊行, 不願在猶太遊行, 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 當時猶太人的住棚接近了, 耶穌的弟兄就對他說, 你離開這女上猶太去吧, 叫你的門徒也看見你所行的事。 人要顯陽明星, 沒有在暗處行事的。 你如果行這時事, 就當將自己顯明給世人看, 因為連他的弟兄說這話, 是因為不信他。 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你們的時候嘗試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們, 卻是恨我。 因為我指證他們所作的事是惡的, 你們想去過節吧, 我現在不想去過這節。 因為我的時候還沒有門, 耶穌說了這話, 認救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後, 他也上去過節,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節旗。 猶太人尋找耶穌說, 他在哪裏? 眾人為他紛紛議論。 有的說,他是好人。 有的說, 不然,他是迷惑眾人的。 只是沒有人明明的講論他, 因為怕猶太人。 到了節旗, 耶穌上殿裡去教訓人。 猶太人就稀奇說, 這個人沒有學過, 怎麼明白書呢? 耶穌說, 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 哪是哪差我來者的。 人若立志, 遵著他的旨以行, 就必曉得, 這教訓是出於神。 或是我憑著自己說的。 人憑著自己說, 是求自己的榮耀, 唯有求那差他來者的榮耀, 這人是真的。 在他心裡沒有不義。 摩西豈不是全律法給你們嗎? 你們卻沒有一個人守律法, 為什麼想要殺我呢? 眾人回答說, 你是被鬼附著了, 誰想要殺你? 耶穌說, 我作了一件事, 你們都以為稀奇。 摩西全國禮給你們, 其實不是從摩西起的, 乃是從祖先起的。 因此, 你們也在安息日給人行國禮。 人若在安息日受國禮, 免得違背摩西的律法。 我在安息日叫一個人傳言好了, 你們就向我生氣嗎? 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 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 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說, 這不是他們想要殺的人嗎? 你看他還明明的廣道, 他們也不向他說什麼? 難道官長真知道這是基督嗎? 然而我們知道, 這個人從哪裏來? 只是基督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 那時耶穌在殿裡教訓人, 大聲說, 你們也知道我, 也知道我從哪裏來。 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 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 你們不認識他, 我卻認識他。 因為我是從他來的, 他也是差了我來。 他們就想要捉拿耶穌, 只是沒有人下手, 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道。 但眾人中間有好些信他的, 說, 基督來的時候, 他所行的神職, 豈能給這人所行的更多嗎? 法利塞人聽見眾人為耶穌這樣紛紛議論, 祭司掌和法利塞人, 就打法差役去捉拿他。 於是耶穌說, 我還有不多的時候和你們同在, 以後, 就回到差我來的那裏去。 你們要找我, 卻找不著。 我所在的地方你們不能到。 猶太人就彼此對問說, 這人要往哪裏去, 叫我們找不著呢? 難道, 他要往散住希利利中的猶太人哪裏去, 教訓希利利人嗎? 他說,你們要找我, 卻找不著。 我所在的地方, 美門不能到, 這話是什麽意思呢? 折其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這裏來渴, 信我的人, 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 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刺下聖靈來,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眾人聽見這話, 有的說。 這真是那先知, 有的說。 這是基督, 但也有的說。 基督豈是從加利利出來的嗎? 經上豈不是說, 基督是大衛的後裔, 從大衛本鄉百利行出來的嗎? 於是眾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 只是無人下手。 警察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裡, 他們對警察說, 你們為什麼沒有帶他來呢? 警察回答說,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 法利賽人說, 你們也受了迷惑嗎? 官長或是法利賽人, 豈有信他的呢? 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是被咒助的。 內中有尼哥底母, 就是從前去見耶穌的。 對他們說, 不先聽本人的口供, 不知道他所作的事。 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 他們回答說, 你也是出於加利利嗎? 你去查詢, 就可知道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 第八章 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 耶穌卻往橄欖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裡, 眾百姓都到他那裡去, 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民視和法利賽人, 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 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 夫子, 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 摩世在律法上吩咐我們, 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 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 乃是探耶穌, 要得著告他的把柄。 耶穌卻彎著腰, 用石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 耶穌就直起腰來, 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於是, 又彎著腰, 用石頭在地上畫字。 他們聽見這話, 就從老到笑, 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穌一人, 患有哪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 對他說, 婦人, 哪些人在哪裏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 主呀, 沒有。 耶穌說, 愛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又對眾人說,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法利賽人對他說, 你是為自己作見證, 你的見證不真。 耶穌說, 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 我的見證還是真的? 因我知道我從哪裏來, 往哪裏去。 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 往哪裏去。 你們是以愛貌判斷人, 我卻不判斷人。 就是判斷人, 我的判斷也是真的。 因不是我獨自在這裏, 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 你們的律法上也記著說, 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 我是為自己作見證, 還有差我來的父, 也是為我作見證。 他們就問他說, 你的父在哪裏? 耶穌回答說, 你們不認識我, 也不認識我的父。 若是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這詩說是耶穌在殿裏的父房, 教訓人士所說的, 也沒有人拿他, 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道。 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要去了, 你們要找我, 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到。 猶太人說, 他說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到。 難道他要自盡嗎?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是從下頭來的, 我是從上頭來的。 你們是屬這世界的, 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所以我對你們說, 你們要死在罪中。 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他們就問他說, 你是誰? 耶穌對他們說, 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 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 判斷你們。 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 我在他那裡所聽見的, 我就全給世人。 他們不明白耶穌是指著附說的。 所以耶穌說, 你們舉起人子以後, 必知道我是基督, 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 是憑著自己作的。 我說這世話, 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 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 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 耶穌說這話的時候, 就有許多人信他。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他們回答說, 我們是阿伯拉罕的後裔, 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 你怎麼說? 你們必得以自由呢?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僕。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裡, 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所以天父的兒子, 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們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你們卻想要殺我, 因為你們心裡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說的, 是在我父那裡看見的。 你們所行的, 是在你們的父那裡聽見的。 他們說, 我們的父就是阿伯拉罕。 耶穌說, 你們若是阿伯拉罕的兒子, 就必行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將在神那裡所聽見的真理, 告訴了你們, 現在你們卻想要殺我。 這不是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們是行你們父所行的事。 他們說, 我們不是從淫亂生的。 我們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 耶穌說, 倘若神是你們的父, 你們就必愛我, 因為我本事出於神。 雅是從神而來, 並不是猶著自己來, 乃是他猜我來。 你們為什麼不明白我的話呢? 無非是因你們不能聽我的道。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你們父的私欲, 你們偏要行。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 因他本來是說謊的, 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你們就因此不信我。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 我既然將真理告訴你們, 為什麼不信我呢? 出於神的, 必聽神的話。 你們不聽, 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 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說你是撒瑪利亞人, 並且是鬼父著的。 這話起不正對嗎?" 耶穌說:" 我不是鬼父著的, 我尊敬我的父。 你們倒輕萬我。 我不求自己的榮耀。 有一位為我求榮耀, 定是非的。 我實實在在的, 告訴你們。 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遠不見死。 猶太人對他說:" 現在我們知道你是鬼父著的。 阿巴拉罕死了, 眾先知也死了。 你還說人若遵守我的道, 就永遠不嘗死未。 難道你給我們的祖宗 和阿巴拉罕還大魔。 他死了, 眾先知也死了。 你將自己當作什麼人呢?" 耶穌回答說:" 我若榮耀自己, 我的榮耀就算不得什麼。 榮耀我的, 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們所說, 是你們的神。 你們未曾認識他, 我卻認識他。 我若說不認識他, 我就是雪芳的, 像你們一樣。 但我認識他, 也遵守他的道。 你們的祖宗阿巴拉罕 和歡歡喜喜的,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見了, 就快樂。 猶太人說:" 你還沒有五十歲, 豈見過阿巴拉罕呢?"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還沒有阿巴拉罕, 就有了我。 。 於是他們拿石頭要打他。 耶穌卻躲藏, 從殿裡出去了。 第九章 耶穌過去的時候, 看見一個人生來是核眼的。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 這人生來是核眼的。 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穌回答說:" 也不是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趁著百日, 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功。 黑夜將到, 就沒有人能作功了。 我在世上的時候, 是世上的光。 耶穌說了這話, 就套脫沒在地上, 用脫沒和泥沒在核子的眼睛上。 對他說:" 你往西羅亞辭子裡去世。 西羅亞翻出來就是鳳差遣。 他去一世, 回頭就看見了。 他的鄰舍, 和那數上見他是土販的。 就說:" 這不是那從前坐著土販的人嗎?" 有人說:"是他。 又有人說:"不是, 卻是像他。 他自己說:"是我。 我。 他們對他說:" 你的眼睛是怎麼開的呢?" 他回答說:" 有一個人名叫耶穌。 他和來抹我的眼睛, 對我說:" 你往西羅亞辭子去世。 我去一世, 就看見了。 他們說:" 那個人在哪裏?" 他說:"我不知道。 他們把從前核眼的人 帶到法利塞人哪裏。 耶穌和來開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法利塞人也問他是怎麼得看見的。 核子對他們說:" 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世, 就看見了。 法利塞人中有的說。 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 因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說:" 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神跡呢?" 他們就起了紛爭。 他們又對核子說:" 他既然開了你的眼睛。 你說他是怎樣的人呢?" 他們說:"是個先知。 猶太人不信他從前是核眼, 後來能看見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 問他們說:" 這是你們的兒子嗎?" 你們說他生來是核眼的, 如今怎麼能看見了呢? 他父母回答說:" 他是我們的兒子。 生來就核眼。 這是我們知道的。 至於他如今怎麼能看見。 我們卻不知道。 是誰開了他的眼睛。 我們也不知道。 他已經成了人。 你們問他吧。 你們問他吧。 他自己必能說。 他父母說者說:" 是怕猶太人, 因為猶太人已經商易定了。 若有認耶穌是基督的, 要把他趕出會堂。 他父母說:" 他已經成了人。 你們問他吧。 所以法利賽人第二次叫了那從前核眼的人來。 對他說:" 你該將榮耀歸給神。 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 他說:" 他是個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從前我是眼核的。 如今能看見了。 他們就問他說:" 他向你作什麼? 是怎麼開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說:" 我方才告訴你們, 你們不聽。 為什麼又要聽呢? 莫非你們也要作他的門徒嗎?" 他們就罵他說:" 你是他的門徒, 我們是摩西的門徒。 神對摩西說:" 是我們知道的。 只是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他從哪裏來。 那人回答說:" 他開了我的眼睛。 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 這真是奇怪。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聽他。 從蒼西以來, 未曾聽見有人把生來 是核子的眼睛開了。 這人若不是從神來的。 什麼也不能作。 他們回答說:" 你全然生在罪業中, 還要教訓我們嗎?" 於是把他趕出去了。 耶穌聽說, 他們把他趕出去了。 後來遇見他, 就說:" 你信神的兒子嗎?" 他回答說:" 主呀, 誰是神的兒子, 叫我信他呢?" 耶穌說:" 你已經看見他。 現在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他說:" 主呀,我信。 就拜耶穌。 耶穌說:" 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 要不能看見的, 可以看見。 能看見的, 反核了眼。 和他在那裡的法利賽人, 聽見這話,就說:" 難道我們有核了眼嗎?"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若核了眼, 就沒有罪了。 但如今你們說:" 我們能看見, 所以你們的罪還在。 第十章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人進陽圈, 不從門進去。 倒從別處爬進去。 那人就是賊, 就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門的, 就給他開門。 羊也聽他的聲音, 他按著名, 叫自己的羊。 把羊領出來,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 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生人,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但他們不明白, 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所以, 耶穌又對他們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我就是羊的門, 凡在我以先來的, 都是賊, 是強盜。 羊卻不聽他們。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 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道賊來, 無非要偷竊, 殺害, 毀壞。 我來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命, 若是故宮, 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見狼來, 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 趕散了羊群, 故宮逃走。 因他是故宮, 並不顧念羊。 我是好牧人, 我認識我的羊, 我的羊也認識我。 正如父認識我, 我也認識父一羊。 並且我為羊寫命, 我令我有羊, 不是這圈裡的。 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 並且要合成一群, 歸一個牧人了。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寫去, 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並捨了, 也有權並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猶太人為這之話, 又起了紛爭。 內中有好些人說, 他是被鬼附著, 而且瘋了, 為什麽聽他呢? 又有人說, 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 鬼豈能叫核子的眼睛開了呢?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 是冬天的時候。 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浪下行走。 猶太人圍著他, 說, 你叫我們猶豫不定到幾時呢? 你若是基督, 就明明地告訴我們。 耶穌回答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不信。 我奉我父之命所行的事, 可以為我作見證。 只是你們不信, 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我也賜給他們永生, 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 我父把羊刺給我, 他比萬有刀大。 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裡把他們奪去。 我與父緣為一,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耶穌對他們說, 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猶太人回答說, 我們不是為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淺忘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 耶穌說, 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著。 我曾說,你們是神嗎? 經上的話, 是不能廢的, 若哪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稱為神。 父所分別為聖, 又猜到世間來的, 他自稱是神的兒子。 你們還向他說, 你說淺忘的話嗎? 我若不行我負的事, 你們就不必信我。 我若行了, 你們縱然不信我。 也當信這些事, 叫你們又知道, 又明白, 負在我裡面, 我也在負裡面。 他們又要拿他, 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 耶穌又往若但河外去, 到了若汗起初詩淨的地上, 就住在那裡。 有許多人來到貪那裡。 他們說, 約翰一件神跡沒有行過。 但約翰指著者人所說的一切話, 都是真的。 在那裡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第十一章 有一個患病的人, 名叫拉薩路, 住在百大尼, 就是馬利亞和他姐姐馬大的村莊。 這馬利亞就是那用香膏沒主, 又用頭髮擦他腳的, 患病的拉薩路是他的兄弟。 他姐妹兩個就打法人去見耶穌說, 主啊, 你所愛的人並了。 耶穌聽見就說, 這並不至於死, 乃是為神的榮耀, 叫神的兒子因此得榮耀。 耶穌掃來愛馬大, 和他妹子, 並拉薩路。 聽見拉薩路並了, 就在所居之地, 迎住了兩天。 然後對門徒說, 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門徒說, 拉比, 猶太人更來要拿石頭打你, 你還往哪里去嗎? 耶穌回答說, 百日不是有十二小時嗎? 人在百日走路, 就不至跌倒。 因為看見這世上的光, 欲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為他沒有光。 耶穌說了這話, 隨後對他們說, 我們的朋友拉薩路碎了, 我去叫醒他。 門徒說, 主啊, 他若碎了, 就必好了。 耶穌這話, 是指著他死說的, 他們卻以為是說照常睡了。 耶穌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拉薩路死了。 我沒有在那裡就歡喜, 這是為你們的緣故。 好叫你們相信, 如今我們可以往他那裡去吧。 多馬, 有天為底土馬, 就對那同作門徒的雪, 我們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穌到了, 就知道拉薩路在墳墓裡, 已經四天了。 百大尼來耶路撒冷不遠, 若有六里路,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馬利亞, 要為他們的兄弟安慰他們。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 就出去迎接他, 馬利亞卻仍然坐在家裡。 馬大對耶穌說, 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現在, 我也知道, 你無論向神求什麼, 神也必賜給你。 耶穌說, 你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 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 他必復活。 耶穌對他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犯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你信這話嗎? 馬大說,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馬大說了這話, 就回去, 暗暗地叫他妹子馬里亞說, 夫子來了, 叫你。 馬里亞聽見了, 就急忙起來, 到耶穌那裡去。 那時, 耶穌還沒有進村子, 仍在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馬里亞在家裡安慰他的猶太人, 見他急忙起來出去, 就跟著他, 以為他要往墳墓那裡去哭。 馬里亞到了耶穌那裡, 看見他, 就俯伏在他腳前, 說, 主啊, 你若早在這裡, 我兄弟必不死。 耶穌看見他哭, 並看見與他同來的猶太人亞哭, 就心裡悲嘆, 又甚憂愁, 便說, 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裡。 他們回答說, 請主來看。 耶穌哭了。 猶太人就說, 你看他愛這人是何等狠切。 其中有人說, 他既然開了核子的眼睛, 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 耶穌又心裡悲嘆, 來到墳墓前, 那墳墓是個洞, 有一塊石頭擋著。 耶穌說, 你們把石頭挪開, 那死人的姐姐馬大對他說, 主啊, 他現在必是臭了, 因為他死了已經死天了。 耶穌說, 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 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 他們就把石頭挪開, 耶穌舉目望天說, 父啊, 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我也知道你嘗聽我。 但我說這話, 是為周圍站著的眾人, 叫他們信是你猜了我來。 說了這話, 就大聲呼叫說, 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 手腳裹著布, 臉上包著手巾。 耶穌對他們說, 解開, 叫他走。 哪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 見了耶穌所作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見法利塞人的, 將耶穌所作的事告訴他們。 祭司掌和法利塞人聚集公會, 說, 這人行好些神職, 我們怎麼辦呢? 若這樣猶著他, 人人都要信他。 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 和我們的百姓。 內中有一個人, 名叫蓋亞法, 本年作大祭司, 對他們說, 你們不知道什麼, 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國滅亡, 就是你們的益處。 他這話不是出於自己, 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 所以預言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 也不但替這一國死, 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 都聚集歸一。 從那日起, 他們就相以要殺耶穌, 所以耶穌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 就離開那裡往靠近曠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連, 就在那裡和門徒同住。 猶太人的如意接近了, 有許多人從鄉下上耶路撒冷去, 要在節前結證自己。 他們就尋找耶穌, 站在殿裡彼此說, 你們的意思如何? 他不來過節嗎? 那時,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早已吩咐說, 若有人知道耶穌在那裡, 就要報名, 好去拿他。 十二章 如月節前六日, 耶穌來到白大尼, 就是他叫拉薩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延植, 馬大治後, 拉薩路也在那和耶穌在植的人中。 馬利亞就拿著一根極貴的真牙達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頭髮去擦, 屋裡就滿了高的香氣。 有一個門徒, 就是那將要買耶穌的家略人又大, 說, 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周制窮人呢? 他說這話, 並不是掛念窮人, 那因他是個賊, 又帶著前郎, 常取其中所存的。 耶穌說, 由他吧, 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 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 就來了, 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 也是要看他從死裡所復活的拉薩路。 但祭司長相以連拉薩路也要殺了, 因有好些猶太人, 為拉薩路的緣故, 會去信了耶穌。 第二天, 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 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 就拿著棕樹枝, 出去迎接他。 哭著說, 和薩呀, 奉主命來的以色列王, 是應當聽眾的。 耶穌得了一個奴驅, 就騎上。 如經上所記的說, 石安的文啊, 不要懼怕, 你的王騎著奴驅來了。 這就是門徒起先不明白, 等到耶穌得了榮耀以後, 才想起這話是指著他寫的, 並且眾人果然向他這樣行了。 當耶穌呼喚拉薩路, 叫他從死復活出墳墓的時候, 和耶穌在那裡的眾人, 就作見證。 眾人因聽見耶穌行了這神跡, 就去迎接他。 法利塞人比此說, 看呀, 你們是徒勞無益, 世人都隨從他去了。 那時, 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 有幾個欺利利人, 他們來見加利利白塞大的肥力, 求他說, 先生, 我們願意見耶穌。 肥力去告訴安德烈, 安德烈和肥力去告訴耶穌。 耶穌說, 人只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一粒墨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喪生命。 在這世上恨護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榮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哪裏,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裏。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現在心裡憂愁, 我說什麼才好呢? 父呀, 救我出來這時候。 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父呀, 予你榮耀你的命。 當時, 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 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命, 還要再榮耀。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 就說, 打雷了。 還有人說, 有天使對他說話。 耶穌說, 這聲音不是為我, 是為你們來的。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 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耶穌說, 愿是指著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 眾人回答說, 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 基督是永存的。 你怎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 這人子是誰呢? 耶穌對他們說, 光在你們中間, 患有不多的時候, 應當趁著有光行走, 免得黑暗臨到你們。 哪在黑暗裡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處去?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 順從這光, 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耶穌說了這話, 就離開他們, 隱藏了。 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跡, 他們還是不信他? 這時要應然先知以塞亞的話, 說, 主呀, 我們所存的, 有誰信呢? 主的傍秘向誰顯露呢? 他們所以不能信, 因為以塞亞又說, 主叫他們核了眼, 硬了心。 免得他們眼睛看見, 心裡明白, 回轉過來, 我就醫治他們。 以塞亞因為看見他的援繞, 就指著他說這話。 雖然如此, 官長中卻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 就不承認。 恐怕被趕出會堂, 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 過於愛神的榮耀。 耶穌大聲說, 信我的, 不是信我, 乃是信那差我來的。 人看見我, 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 我到世上來, 乃是光, 要凡信我的, 不住在黑暗裡。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 我不審判他。 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 乃是要拯救世界。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 有審判他的, 就是我所說的道, 在末日要審判他。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說, 唯有猜我來的父, 已經給我命令, 叫我說什麼, 講什麼。 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故此, 我所說的話, 正是照著父對我所說的。 第十三章 預以節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吃晚飯的時候, 魔鬼以將買耶穌的意思, 放在西門的兒子, 加略人遊大心裡。 耶穌知道父以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 又要歸到神那裡去。 就離直站起來, 脫了衣服, 拿一條手跟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盆裡, 就洗門徒的腳, 並用自己所束的手跟擦乾, 捱到西門彼得。 彼得對他說, 主啊, 你洗我的腳嗎? 耶穌回答說, 我所作的, 你如今不知道, 後來必明白。 彼得說, 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 我若不洗你, 你就與我無份了。 西門彼得說, 主啊, 不但我的腳, 連手我頭也要洗。 耶穌說, 凡洗過醋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乾淨了。 你們是乾淨的, 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耶穌原知道要賣他的是誰, 所以說, 你們不都是乾淨的。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對他們說, 我向你們所作的, 你們明白嗎? 你們稱呼我夫子, 稱呼我主。 你們說的不錯, 我本來是, 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復人不能大於主人, 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你們既知道這事, 有事去行就有福了。 我這話不是指著你們眾人說的, 我知道我所選擇的是誰, 現在要應驗經常的話, 說, 和我吃飯的人, 用腳踢我。 如今事情還沒有成就, 我要先告訴你們, 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耶穌說了這話, 心裡憂愁, 就明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門徒彼此對看, 猜不透所說的是誰。 有一個門徒, 是耶穌所愛的, 側身靠近耶穌的懷慮。 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 你告訴我們, 主是指著誰說的。 那門徒便就世靠著耶穌的空堂, 問他說, 主啊,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 我佔一點餅給誰, 就是誰。 耶穌就佔了一點餅, 遞給家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 他吃了以後,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穌便對他說, 你所作的快作罷。 同席的人, 沒有一個知道是為什麼對他說這話。 有人因猶大大著前郎, 以為耶穌是對他說, 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 或是叫他拿什麼州制窮人。 猶大壽了那點餅, 立刻就出去, 那時候是夜間餅。 他寄出去, 耶穌就說, 如今人子得了榮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神要因自己榮耀人子, 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 小子們, 我還有不多的時候, 與你們同在。 後來你們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 你們不能到。 這話我曾對猶太人說過, 如今也照樣對你們說,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命, 那時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麼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麼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你。 西門彼得問耶穌說, 主往哪裏去? 耶穌回答說, 我所去的地方, 你現在不能跟我去, 後來卻要跟我去。 彼得說, 主啊, 我為什麼現在不能跟你去? 我願意為你寫命。 耶穌說, 你願意為我寫命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雞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第十四章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 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 有許多住處。 若事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 我去原事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哪裏去。 我在哪裏, 叫你們也在哪裏。 我往哪裏去, 你們知道, 哪條路你們也知道。 多馬對他說, 主啊, 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 怎麽知道哪條路呢?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肥力對他說, 求主將父獻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肥力, 我願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得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麽說, 將父獻給我們看呢? 我在父裏面, 負在我裏面。 你不信嗎?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不是憑著自己說的。 哪是住在我裏面的, 負作他自己的事。 你們當信我, 我在父裏面, 負在我裏面。 即或不信, 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所作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 因爲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止得榮耀。 你們奉我的名求什麼, 我必成就。 你們奉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衛師, 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就是真理的聖靈,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爲不見他, 也不認識他。 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裏面。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裏來。 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 因爲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 我在父裏面。 你們在我裏面, 我也在你們裏面。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由大, 不是家略人由大。 問耶穌說, 主呀, 為什麽要向我們顯現, 不向世人顯現呢?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與他同住。 不愛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們所聽見的道, 不是我的, 那是差我來之父的道。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 以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但保衛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 我去, 還要到你們這里來。 你們若愛我, 因我到父那裡去, 就必喜樂。 因為父是比我大的。 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 我預先告訴你們。 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 就可以信。 以後, 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 因為這世界的黃漿道, 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愛父, 並且父怎樣吩咐我, 我就怎樣行。 起來, 我們走吧。 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 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 我也常在你們裏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 也是這樣,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雕在外面枯乾, 人濕起來, 鷹在火裏燒了。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結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我愛你們, 正如父愛我一樣。 你們要常在我的愛慮。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命, 就常在我的愛慮。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命, 常在他的愛慮。 這些事, 我已經對你們說了。 是要叫我的喜樂, 存在你們心裏, 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你們要彼此相愛, 將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命。 人為朋友寫命, 人的愛心, 沒有比這個大的。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 我不再稱你們為伯仁。 因伯仁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 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 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不是你們選擇了我, 是我選擇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 使你們奉我的命。 無論向父求什麼, 他就賜給你們。 我這樣吩咐你們, 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世人若恨你們, 你們知道, 恨你們已先, 已經恨我了。 你們若屬世界, 世界必愛屬自己的。 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簡選了你們, 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你們要紀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 博人不能大於主人。 他們若迫白了我, 也要迫白你們。 若遵守了我的話, 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但他們因我的命, 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 因為他們不認識哪差我來的。 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毀了。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 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 他們就沒有罪。 但如今, 連我與我的父, 他們也看見, 也恨無了。 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 說, 他們無故的恨我。 但我要重復那裡差寶為師來, 就是重復出來, 真理的聖靈。 他來了, 就要為我作見證, 你們也要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第十六章 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 使你們不至於跌倒。 人要把你們趕出會堂, 並且時候將到, 煩殺你們的, 就以為是士風神。 他們這樣行, 是因未曾認識父, 也未曾認識我。 我將這事告訴你們, 是叫你們到了時候, 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 我豈先沒有將這事告訴你們, 因為我與你們同在。 然今, 我往差我來的父那裡去。 你們中間, 並沒有人問我, 你往那裡去? 只因我將這事告訴你們, 你們就滿心憂愁。 然而, 我將真情告訴你們,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 寶衛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 我若去, 就差他來。 他寄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 為義, 是因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就不再見我。 為審判, 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 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 但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他要榮耀我, 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說, 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等不多時, 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 你們還要見我。 有幾個門徒就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 等不多時, 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 你們還要見我。 又說, 因我往復那裡去, 這是什麼意思呢? 門徒彼此說, 他說等不多時,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 就說, 我說等不多時, 你們就不得見我。 再等不多時, 你們還要見我。 你們為這話比此相問嗎?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痛哭, 愛好, 世人島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 然而你們的憂愁, 要變為喜樂。 婦人生產的時候, 就憂愁。 因為他的時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紀念那苦楚。 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 但我要再見你們。 你們的心就起落了。 這起落, 也沒有人能奪去。 到哪日, 你們什麼也就不問我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要向父求什麼, 他必因我的命賜給你們。 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命求什麼。 如今你們求, 就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這些事, 我是用比喻對你們說的。 時候將到, 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 那要將父明明地告訴你們。 到哪日, 你們要奉我的命祈求。 我並不對你們說。 我要為你們求父。 父自己愛你們, 因為你們已經愛我。 又信我是從父出來的。 我從父出來, 到了世界。 我又離開世界, 往父那裡去。 門徒說, 如今你是明說, 並不用比喻了。 現在我們曉得, 你凡事都知道, 也不用人問你。 因此, 我們信你是從神出來的。 耶穌說, 現在你們信嗎? 看呀, 時候將到, 且是已經到了。 你們要分散, 各歸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獨自一人。 其實, 我不是獨自一人, 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我將這詩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 我已經勝了世界。 第十七章 耶穌說了者說, 就舉目望天說, 父呀, 時候到了,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 使兒子也榮耀你。 正如你曾賜給他權兵, 管你凡有血氣的, 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猜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 你所託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呀, 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 我已將你的明顯名於他們。 他們本是你的, 你將他們賜給我, 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如今他們知道, 凡你所賜給我的, 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 我已賜給他們。 他們也領受了, 又確實知道, 我是從你出來的, 並且信你猜了我來。 我為他們祈求, 不為世人祈求。 卻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 因他們本是你的。 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 從今以後, 我不在世上。 他們卻在世上, 我往你那裡去。 聖父啊, 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命, 保守他們。 叫他們合而為一, 像我們一樣。 我與他們同在的時候, 因你所賜給我的命, 保守了他們。 我亦互為了他們。 其中, 除了那滅亡之子, 沒有一個滅亡的。 好叫經上的話得應然。 現在, 我往你那裡去。 我還在世上說者話, 是叫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樂。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 世界又恨他們。 因為他們不屬世界,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他們不屬世界,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求你用真理, 使他們成勝。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麼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猜他們到世上。 我為他們的緣故, 自己分別為聖。 叫他們也因真理成勝。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 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 正如你負在我裏面。 我在你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猜了我來。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 將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裏面。 你在我裏面。 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 叫世人知道你猜了我來。 也知道你愛他們, 如同愛我一樣。 父啊! 我在哪裏, 與你所賜給我的人。 也同我在哪裏。 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榮耀。 因為創立世界以前。 你已經愛我了。 公義的父啊! 世人未曾認識你。 我卻認識你。 這世人也知道你猜了我來。 我已將你的名指示他們。 還要指示他們。 使你所愛我的愛在他們裏面。 我亦在他們裏面。 第十八章 耶穌說了這話。 就和門徒出去, 過了吸輪溪。 在那裏有一個原子。 他和門徒進去了。 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 因爲耶穌和門徒屢次上那裏去聚集。 猶大領了一對兵。 或祭司長, 並發利賽人的差役。 拿著燈籠, 火把, 兵器, 就來到原裏。 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來, 對他們說, 你們找水? 他們回答說, 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 我就是。 賣他的猶大也和他們站在那裏。 耶穌一說, 我就是。 他們就退後, 倒在地上。 他又問他們說, 你們找水? 他們說, 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 我就是。 你們若找我, 就讓這些人去吧。 這要應驗耶穌從前的話, 說, 你所賜給我的人, 我沒有失落一個。 西門彼得帶著一把刀, 就拔出來, 將大祭司的伯仁砍了一刀, 削掉他的猶疑。 那伯仁名叫馬勒古。 耶穌就對比德雪, 收刀入超罷。 我父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何不喝呢? 那隊兵和千夫長, 並猶太人的差役, 就拿著耶穌, 把他捆綁了, 先帶到阿那面前。 因為阿那是本年作大祭司, 該阿法的岳父。 這該阿法, 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意論說, 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西門彼得跟著耶穌, 還有一個門徒跟著。 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 他就跟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卻站在門外, 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 和看門的事女說了一聲, 就令彼得進去。 那看門的事女對彼得說, 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 他說,我不是。 復人和差役, 因為天冷, 就生了炭火。 站在那裡烤火, 彼得也跟他們站著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穌的門徒 和他的教訓盤問他。 耶穌回答說, 我從來是明明的對世人說話。 我常在會堂和殿裡, 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教訓人。 我在暗地裡, 並沒有說什麼。 你為什麼問我呢? 可以問那聽見的人。 我對他們說的是什麼? 我所說的, 他們都知道。 耶穌說了這話, 旁邊站著的一個差役, 用手掌打他說, 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 耶穌說, 我若說的不是, 你可以指證那不是。 我若說的事, 你為什麼打我呢? 阿那就把耶穌戒到大祭司 在哥亞法那裡, 仍是捆著戒去的。 西門彼得正站著烤火, 有人對他說, 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 彼得不承認, 說, 我若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個仆人, 是彼得削掉以堆那人的親屬。 說, 我若看見你和他在原子裡嗎? 彼得又不承認, 立時, 雞就叫了。 眾人將耶穌, 從哥亞法那裡, 往衙門內戒去。 那時天還早, 他們自己卻不盡衙門, 恐怕染了污衛, 不能吃魚以致的嫌疾。 彼得就出來, 到他們那裡, 說, 你們告這人是為什麼事呢? 他們回答說, 這人若不是作惡的, 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彼得說, 你們自己帶他去, 按著你們的律法審問他吧。 猶太人說, 我們沒有殺人的權兵, 這要應驗耶穌所說, 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了。 彼得又進了衙門, 叫耶穌來, 對他說,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回答說,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 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 彼得說, 我豈是猶太人呢? 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 把你交給我, 你作了什麼事呢? 耶穌回答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我的國若屬這世界, 我的神福必要爭戰, 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 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彼得就對他說, 這樣你是王嗎? 耶穌回答說, 你說我是王, 我為此而生, 也為此來到世間, 特惠給真理作見證, 凡屬真理的人, 就聽我的話。 彼得說, 真理是什麼呢? 說了者說, 你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裡, 對他們說, 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 但你們有個規矩, 再如意節, 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 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王嗎? 他們又哭著說, 不要這人, 要巴拉巴。 這巴拉巴是個強盜。 第十九章 當下, 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丁丁用驚激偏作官面, 帶在他頭上, 給他穿上紙袍, 又哀緊他說, 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 我帶他出來見你們, 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 耶穌出來, 帶著驚激官面, 穿著紙袍。 彼拉多對他們說, 彼拉多對他們說, 你們看這個人。 因他以自己為神的兒子。 彼拉多聽見者說, 越發害怕, 又進衙門, 對耶穌說, 你是哪裏來的? 耶穌提筆回答, 彼拉多說, 你不對我說話嗎? 你豈不知我有權兵釋放你, 也有權兵把你釘十字架嗎? 耶穌回答說, 若不是從上頭刺給你的, 你就毫無權兵扮我。 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從此, 彼拉多想要釋放耶穌, 無奈猶太人哭著說, 你若釋放這個人, 就不是該殺的終神。 凡以自己為王的, 就是背叛該殺了。 彼拉多聽見這話, 就帶耶穌出來,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鋪華石柱, 希伯來華叫阿巴大, 就在那裏座堂。 那日是預備如月節的日子, 若有誤證, 彼拉多對猶太人說, 漢啊, 這是你們的王。 他們哭著說, 除掉他, 除掉他, 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說, 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 祭司長回答說, 除了該殺, 我們沒有王。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 去釘十字架。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 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 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竹樓地, 希伯來華叫葛葛他。 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 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 一邊一個, 耶穌在中間。 彼拉多又用牌子, 寫了一個名號, 安在十字架上。 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穌。 有許多猶太人念者名號, 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與城相近, 並且使用希伯來, 羅馬, 希利尼三樣文字寫的。 猶太人的祭司長, 就對彼拉多說, 不要寫猶太人的王, 要寫他自己說, 我是猶太人的王。 彼拉多說, 我所寫的, 我已經寫上了。 彼拉多說, 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份, 每兵一份。 又拿他的女衣, 這件女衣, 原來沒有鳳兒, 是上下一片即成的。 他們就彼此說, 我們不要撕開, 只要黏溝, 看誰得著。 這要應驗經常的話說, 他們分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黏溝, 彼彼果然作了這事。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 有他母親, 與他母親的姊妹, 並隔羅霸的妻子馬利亞, 和末大拉的馬利亞。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 站在旁邊, 就對他母親說, 母親, 看你的兒子。 又對那門徒說, 看你的母親。 從此, 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裡去了。 這事以後, 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 為要使經常的話應驗, 就說, 我喝了。 有一個器名, 盛滿了醋, 放在那裡。 他們就拿海湧站滿了醋, 綁在牛室草上, 送到他口。 耶穌盛了那醋, 就說, 盛了, 便低下頭, 將命運交付神了。 猶太人因這日是預備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 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 把他們拿去, 免得施首當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於是冰釘來, 把頭一個人的腿, 並與耶穌同釘第二個人的腿, 都打斷了。 只是來到耶穌那裡, 見他已經死了, 就不打斷他的腿, 唯有一個兵, 拿槍扎他的勒旁, 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看見這事的那人, 就作見證。 他的見證也是真的, 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 叫你們也可以信。 這事成了, 唯有應驗經上的話說, 他的骨頭, 一根也不可截斷。 經上又有一句說, 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這事是以後, 有阿里馬太人約失, 是耶穌的門徒, 只因怕猶太人, 就暗暗的作門徒。 他來求彼拉多, 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 彼拉多運準, 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了。 又有尼哥底墓, 就是先前夜裡去見耶穌的, 帶著抹藥和沉香, 若有一百斤前來。 他們就照猶太人殯葬的規矩, 把耶穌的身體, 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個原子, 原子裡有一座新墳墓, 是從來沒有撞過人的。 此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 有因那墳墓近, 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裡。 第二十章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還黑的時候, 莫大拉的瑪利亞來到墳墓那裡。 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 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 對他們說, 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 我們不知道放在那裡。 比特和那門徒就出來, 往墳墓那裡去。 兩個人同跑, 那門徒比比特跑得更快, 先到了墳墓, 低頭往裡看, 看見西馬布還放在那裡。 只是沒有進去。 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 進墳墓裡去, 看見西馬布還放在那裡。 看見耶穌的火頭根。 沒有和西馬布放在一處, 是另在一處捲著。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 看見就信了。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 就是耶穌必要從死裡復活, 於是兩個門徒回自己的住處去了。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 哭的時候, 低頭往墳墓裡看, 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 一個在頭,一個在腳。 天使對她說, 婦人,你為什麼哭? 她說, 因為有人把我轉落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那裡。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 看見耶穌站在那裡, 卻不知道是耶穌。 耶穌問她說, 婦人,為什麼哭? 你找誰呢? 馬利亞以為是看完的, 就對她說, 先生, 若是你把她移了去, 請告訴我, 你把她放在那裡, 我便去娶她。 耶穌說, 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 用希伯來話對她說, 拉波尼。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穌說, 不要摸我, 因我還沒有升上去, 見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裡去, 告訴她們說, 我要升上去, 見我的父, 也是你們的父。 見我的神, 也是你們的神。 莫達拉的馬利亞就去, 告訴門徒說, 我已經看見了主。 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 告訴她們。 哪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猶太人, 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 對她們說, 願你們平安。 說了這話, 就把手和勒旁, 指給她們看。 門徒看見主, 就起落了。 耶穌又對她們說, 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猜顯了我, 我也照樣猜顯你們。 說了這話, 就向她們吹一口氣, 說, 你們受聖靈, 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個門徒中, 有稱為底土馬的多馬。 耶穌來的時候, 她沒有和她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她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了。 多馬卻說, 我非看見她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她的勒旁。 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 門徒又在屋裡。 多馬也和她們同在。 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 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馬說, 伸過你的指頭來,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 探入我的勒旁。 不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說,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穌對她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 又福了。 耶穌在門徒面前, 另外行了她多神職。 沒有記在這書上。 但記者說是, 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她, 就可以因她的名得生命。 第二十一章。 這些事以後, 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 又向門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 有西門彼得, 和稱為底土馬的多馬, 並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彈葉, 還有西彼泰的兩個兒子, 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 西門彼得對他們說, 我打雨去。 他們說, 我們也和你同去。 他們就出去, 上了船。 那一夜, 那一夜, 並沒有打著甚魔。 天章亮的時侯, 抬下往去, 竟拉不上來了。 因為魚甚多。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比德說, :「是主! 那時, 西門彼得赤著身子, 一聽見是主, 就蓄上一件外衣, 飄在海裡。 其餘的門徒, 離岸不遠, 若有二百爪, 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 他們上了岸, 就看見那裡有炭火, 上面有魚, 又有餅。 耶穌對他們說, :「把剛才打的魚, 那幾條來。 西門彼得就去, 把網拉到岸上。 那網滿鳥大魚, 共一百五十三條。 魚衰這樣多, 望卻沒有破。 耶穌說, 你門內吃早飯, 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 你是誰? 因為知道是主。 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 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 向門徒顯現。 這是第三次。 他們吃完了早飯, 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色更深嗎? 彼得說, 主呀,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說, 主呀,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就優秀。 對耶穌說, 主呀,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 自己蓄上帶子, 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促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耶穌說這話, 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 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 你跟從我吧。 彼得轉過來, 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 就是在晚飯的時候, 靠著耶穌空堂, 說, 主呀, 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彼得看見他, 就問耶穌說, 主呀, 這人將來如何? 耶穌對他說, 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 與你何干? 為這些事作見證, 你跟從我吧。 於是這話, 存在弟兄中間, 說那門徒不死。 其實耶穌不是說他不死, 那是說, 我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 與你何干? 為這些事作見證, 並且記載這些事的, 就是這門徒, 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的。 耶穌所行的事, 還有許多, 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 我想所寫的書,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好多了。 他的故事, 太驚慨了, 頂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